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桃园市大溪补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第一起工程晚工启用 桃园市长张善正与内政部长林又昌 特地出席启用典礼 补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每天可处理7500吨的生活污水 能够有效改善大汗吸水值 大溪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第一起工程完工启用 本工程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推动 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补助 桃园市长张善正与内政部长林又昌 特地出席启用典礼 献上祝福 我们今天这个水资源的回收中心 是最后一个拼图 这块完成了以后 我们大汗吸整个流域的这些水质整治 基本上算是告一个旅程碑 未来如果说容量有需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扩充第二期第三期 但是整体来讲 大汗吸整个流域的这些污水整治 算是完整 那么我们希望大汗吸因为我们的努力 让它的水质越来越好 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完工后 每日可处理7500吨的生活污水 目前已完成495户用户接管 未来将在桥外社区 浦顶都市计划区及原树林等地区持续推动用户接管 解决大汉溪和溪地区的生活污水问题 并可改善大汉溪水质 那这边主要是处理生活污水 采用的是生物处理A2O的模式 那我们还有搭配消毒放流UV的方式 来提升大汉溪的这个水质 放流水的水质 符合它的饮用水的标准 浦顶水资源回收中心 位于大汉溪中庄调整池旁 在建筑设计上 特别采用绿建筑概念 设置了可远眺中庄调整池的草坪 并有迎宾四季花草区 绕园市步道 户外咖啡座等 打造成为适合寓教于乐的清水环境 桃园机场捷运 是由它发生系统异常断电停驶 影响大约千名乘客 甚至有120名乘客摸黑走轨道疏散 市议会定期会上 多位市议员就要求陶杰公司彻底检讨 针对检修以及调度订定SOP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6号晚间大约9点左右 机场捷运因为系统异常出现断电 造成A1至A7站所有列车暂停行驶 虽然在一小时后就恢复正常供电 但还是有约1000名的乘客受到影响 今日的市议会定期会 是由陶杰公司进行工作报告 多位市议员相当关心 当天为何会出现断电的情形 那那个影响的旅客大概有1000人左右 那就叫一下我们的庄总陶杰是否有去调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跟一座报告这个原因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有两列车同时在那个区段 两个刚好在两个那个用电高峰的位置 那这个这个两个两列车加起来电流 已经超过一万两千安培 所以造成当时的跳电事件 陶杰公司说明是因为当时有两班列车行驶 才会造成电力异常跳脱 对于这样的说法 市议员黄尔如认为陶杰在调度列车上出现了问题 他要求陶杰要彻底检讨相关的处理流程 是释出突然 然后平常维修不够 是不是 这个 这个是因为前面有一班车延误 然后刚好那个恰巧那个时间 两列车在同一个位置 这就是你们管理管控不当 那列车是有一些异常 所以做了一些调步 所以时间上在让两列车同时在那个时段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你们这个捷运陶杰 是一个历史上的课 索性整起事件只是虚惊一场 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灾情 多位市议员也要求陶杰公司一定要做好检修工作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TPass通勤月票上路后 机场捷运搭乘人数直线上升 甚至出现单日运量破10万人次的情况 桃园捷运公司因应运量提升 计划采购新列车 预计民国115年可以交车 TPass机北北桃1200通勤月票于7月1号上路后 机场捷运的搭乘人数暴增 为了消化人潮 机节直达车的班距由原先的30分钟缩短为15分钟 不过市议员黄敬平表示 多数乘客认为机节的班距时间太长 尖峰时也是如此 比等火车的时间还要久 从陶杰公司脸书粉丝专业 评论可以看到很多的民众 几乎都会抱怨陶杰公司大概 机节15分钟要等一班列车 比等火车的时间还等得还久 那么后车时间太长 那你看这个台北市平均三分钟一班车 不管尖峰 离峰当然比较长一点 但是平均整天24小时下三分钟一班车 针对班距时间的问题 陶杰公司总经理庄英正表示 由于音量大增 目前车厢也趋于饱和 因此陶杰已经向中央提报 采购新列车的计划 总经理听完了你的说法 就是说回来你们的这个列车还是不足的 对 那就要赶快买啊 是所以我们现在在争取 就是这个整购电链车 什么时候可以到 我们希望其实 以细节来看115年 大概我们就 还要三年 购车最快最快 2026年 购买几辆 15列车 由于列车从下定到交车 最少要等三年 市议员陈雅伦要求陶杰公司 能确实在115年完成新列车的验收及测试 那115年完成购车之后呢 是就可以马上通车吗 还是说你们要做什么调整 一般车辆来就是它会陆陆续续送来 那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那我们讲115年 那个可能测试时间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要看车子送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安排的一个状况 陶杰公司计划采购九辆直达车 六辆普通车 总经费为八十点四亿元 目前采购计划以送交至行政院 后续将依审查程序进行办理 苗栗县序幕循环资源利用中心 预计设置在铜锣 引起地方议论 持反对意见的民众组成了自救会 要求县府撤案 并发动联署 目前已经累计四千多份 农业处回应尊重地方民意 而此案进度与新办事业计划送审当中 画质厂 画质厂 滚收钱 远利县畜牧循环资源利用中心 预计设置铜锣箱 反对民众组自救会表达抗议 画质厂设置下去之后 一定会产生恶臭 甚至化学药剂 还有污水水污染的问题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污染环境 那我们的农作物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不希望每天生活是闻到恶臭味 然后这个所以我们很这个要表达诉求 说我们不需要花质厂 包含铜锣箱长代表会主席及多名县议员 结出席 直指畜牧循环中心一旦设立 恐带来长期性的困扰伤害 因为这个厂如果设下去 然后产生恶臭味或已经污染环境了 才说要来停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投资下去那么大的成本 几千万甚至更多 不可能说停就停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呢 我们就很清楚的要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就是不要画质厂设置在我们的通路 甚至苗栗县也不需要 因为苗栗县本身就是一个养株的小县 不是大县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做这样的诉求 自救会也做出行动 搜集超过四千份联署要求撤案 因为之前有恒规的问题 这个东西之前在后容有发生过 那我们要求都 你一定要取得乡民所有的同意以后 才可能让你去失作 要不然我们一定站在民意的这一边 对于民众抗议声浪 县福表示尊重 这个有跟中央的计划下来做执行 那还是有一个管考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新万事业计划已经好了 在10月27号已经送 农业部来审查 那会不会过当然是由中央来做决定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是会来 极力争取啦 我想在整个这个案件是 农业的这个行软中心 要做的不是只有画质的一部分 那我想在包括我们的稻草 现在也不能够露天烦烧 这个也是对农民来讲也是一种痛苦的事情 那如何把它转换为人量 这个是我们农业部门一直在思考 目前全案进度为新办事业计划宋审 待中央评估 那当然他们提出来了 我们能够 我们是不是我们准备的不够完备 或者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应该要来更加的来积极 来做了一个更加的讨论 做了完善 或者未来计划如何通过 要怎么来实行 不会让我们的这一个机名 活在一个恐慌当中 我想这是政府的一个事情要做 那我想应该我们这边也会来努力 序幕循环中心还在前期规划 就引起讨论 就待送审结果出炉 持续下一步 桃圆航空城搬迁户 今天到桃圆市政府成行 要求市府履行先见后差等多项承诺 市长张善政亲自出面 并提出了五大承诺 要让搬迁户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搬迁户大声抗议 要政府替建他们的心声 还给他们一个家 今天上午上签搬迁户 在桃圆市政府广场成行 要求市政府履行给搬迁户的承诺 先见后签 并提高拆迁补偿评点 搬迁户表示 原先以为上次行政院抗议 市府会正面回复他们 没想到市府毫无作为 为了自己的家 只得再次走上街头抗议 征收的时候 政府讲的开出来的条件很好 非常非常的好 叫大家签同意 现在我们都签同意下去的话 家都被政府用怪手 通通移为平地 现在我们都 整个家四分五类 有的家有没有多 等于说有的家破人亡 然后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走上街头 就是我们的赔偿 我们的金额 真的不够盖回一个家 我们的那个政府 我们的张三镇 诈欺欺很大 他诈骗了我们 他用选钱 用那个 没有实现承诺 他那个政治承诺都没有实现 我们现在对 我们现在很可恶 每个人都很想不开 我们希望有一个家 他的评点都没有给我们提升 大员商圈理事长表示 即便自己不是搬迁户 但当地家园与商圈 因为航空城的关系 受到很大的影响 选择站出来为他们发声 没有一个家 总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对大员商圈的影响 就是整个商圈 完全被破坏 我们的人文地产纪 还有古迹 还有一些老房子 一些景点都不见了 再你看 现在我们老百姓 简简单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商圈 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像商圈理事长 就是要安抚人心 然后每天 碰到的阿公阿嬷 两百多人 都来跟我们诉苦 不然说实在的 我不是航空城镇收护 但是我是大员商圈理事长 我必须要把这声音传达出来 在班监护的抗争下 桃圆市长张善政 亲自站上台 并许下五大承诺 包含建物拆迁补偿 与自拆奖励金都提高两成 尚未搬签户 也会加发15%的奖励金 降低安置住宅 售价至原先的标准 补偿自建民众 并协调相关金融机构 贷款给拆签户 要使这些拆签户 能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哇 我长得也要长超人 长跟超人一样吗 请你跟我这样做 几手过马路 增加能见度 走这边比较快 我这样穿过就好了 稍等一下 乌汤黑白过车路 我们今天万买算 很安全 副长 敢时间吗 不急 入口减速有够赞 停让行人才最棒 入口要安全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听 台中文化局主办的爵士音乐节 22号在市民广场落幕 市议员林浩又说 这一项活动海线 山城民众根本无感 而文化局却大力宣称 号称10天吸引了150万人 创造逾12亿的商机 遭批不该太自满 我说真的一个活动 你花一千多万 然后你说150万人 是只带来12亿 我不知道是评估有错 我认为非常少 怒窥根本没有创造经济效益 说的就是第十九届台中 爵士音乐节 22号在市民广场落幕 文化局宣称10天活动 涌入150万人 带动周边店家买器 预估创造12亿的经济产值 这活动效益让议员很不满 说真的 非常多都是我们在地的市民朋友 我们东京首尔 虽然他们参与的人是没有我们多 但是他们赢在哪里 他们有国际的旅客 来到东京跟首尔 但是台中 只有我们表演的艺人是外国人 现场几乎都是在地的民众居多 都是台湾人居多 我希望未来 能够加上国际两个字好不好局长 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对啊 行销一下我们台中 既然这个活动已经办得 大家都非常知道 家喻户晓 全台人都知道 台中有一个爵士音乐节 那是不是也要借着这个机会 借着爵士音乐 把台中带到国际上 只有表演者是外国人不够国际化 相照雪梨灯光音乐节 反馈文化局不应该自满 更建议活动应该多个区域举办 不应该集中在市区 海线山城的市民完全没有参与感 更遑论享受爵士音乐节带来的经济红利 非常多的海线的市民 甚至不知道台中有这个活动 山线海线郎带 旺高辽 东海艺术商圈 都会公园 甚至山景outlet 都是海线非常多人潮的地方 我希望也可以演绎来办理 都已经办了十几届 永远就是在台中市 我觉得对台中县的 原台中县的市民 非常的不公平 他们享受不到这个经济的过失 十二一又如何 海线的民众无感啊 局长 可不可以照顾一下我们海线的乡亲好不好 当然我们一定会均衡的来考量 所有的 可以保证明年在海线一定会有点吗 会有表演的点吗 我们希望能够这样来进入 我们的整个的全盘的区域规划 论市民感受不够全面 论国际化野书人 拿人民纳税前办活动 事后检讨很重要 而不是拿数据自满自嗨 没有未来规划 台中无期大排船出了臭味 原来是又有大量的渔群死亡 翻白度 草男里长惠同市议员 杨典中就通报了环保局 并随即到场 清除了350公斤的死鱼 初步调查 以似水中荣养量不足 但是实际原因还要等三周后 鱼体检测结果出炉 才能厘清 鱼群一只只翻白度 密密麻麻漂浮在河道上 日前传出无期区大排河道 草男桥附近 有大量死鱼臭气熏天 地方居民相当困扰 走过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臭味 可是平常死的时候 没有臭味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无期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也希望说如果一直发现 如果有鱼尸体的话可以马上改善 水保科人员正在用检测设备材及河道的底泥 检测是否有氢化物或农药影响 今年6月在同区域也发现鱼尸体 通报后检测出农药残留的结果 草男里长在日前有接获民众反应 在草男桥附近鱼尸体传出阵阵恶臭 因此里长腰市议员养点中以及环保局道场会刊 初步检测疑似因荣氧量不足 只有每公升1.88毫克 导致大量鱼群死亡 清洁队在10月29号已清除350公斤的死鱼 但实际原因还要等待三周后 鱼体检测结果出炉才能釐清 这真的是要一劳永逸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死鱼 无气大牌死鱼的问题 蛮多因为有气候或是水质易动 或是有些农药的产有 但是这种东西从外 从我们的检疫测试里面 并没帮我去揭露这相关的一些数据 所以还是送 我们会送往那个专业机构来进行化验 一些农作的回归水 事实上也可能跑到无气大牌 那可能后续我们相关单位 如果涉及要跨局处的 我们来看它怎么那些作为 或者尽量影响让它降到最低 无气大牌上方的草男桥人行步道 使当地民众运动休息的场所 地方期待能揪出问题从根源解决 低价税11月开征 新竹县已经寄出了缴税单 今年开征23.2万户 比去年增加了2.1% 去年17.8%的民众利用网路缴纳 最近有不法分子假冒财政部的网站 发送简讯和mail 税务局就提醒 不要点入钓鱼网站 避免被贴 11月开征地价税 税单已寄出 便利民众零贵缴纳 税务局上班日实施中午不休息 为了服务民众 纳税的管道非常的多元 除了有传统的 包含到我们的金融机构 还有超商来缴纳 那超商的话是3万元以下 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电子支付网站来转账 还有包含信用卡缴税 晶片金融卡缴税 那另外长期约定转账账户的话 也可以来办理缴税 今年全线开征23万2115户 比去年22.7万户增加了2.13% 缴税可利用便利商店 ATM和火旗存款账户 也可扫描缴缴书上QRCO来完成 一化缴税还能抽300元知名咖啡兑换券 去年有17.8%的网络报税 近来有不法分子假冒财政部网站 发送简讯和邮件诱骗 点入微貌网站进行诈骗 目前境外的诈骗 业者非常的猖獗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税单上 也特别有这个载名 网络缴税服务网的一个正确的网址 那这个正确的网址呢 可以避免我们的民众被诈骗 网络缴税要谨慎 避免误入钓鱼网站被诈骗 缴纳期持续到11月30号 比起每超过三天加征1%的支纳金 最高到10% 民众可得入气缴税 从客家方口湿的嘴巴溜下 玩公园还有竹林水雾包围 这样的特色公园就在新竹县 琼林乡 全台唯一的方口湿油具和水雾设计 凸显出在地客家文化特色 获得了建筑原野奖的肯定 也吸引了桃源市公务局前来参访取经 公园喷出水雾 降低炎热带来凉爽 还有方口湿造型溜滑梯 丛林乡两座公园 在公民参与室讨论下 凸显在地特色 获得建筑原野奖肯定 在前置规划的时候 一座公园都会开三次以上的 公民参与的座谈会 把这个规划期拉成一年 施工期大概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 可是我们规划期到一年 这样子的成果让我们的方口湿公园 不但在落成之后 并没有收到任何的负品 然后甚至成为在地的一个特色 水雾公园有拿到 美国谬师设计奖的银匠 然后还有方口湿跟新龙 还有穹林水雾是拿到这个高雄市政府的这个建筑园 也讲今年的 那评审团在看的时候 针对你的概念跟你现场落实的细致度 还有在会整个氛围的营造 有没有跟这个整个环境去做一个整合 水雾公园打造竹林间山栏氛围 种植清香等原生种植物 带孩子认识在地生态 而方口湿公园除了湿嘴滑梯 湿深还有攀岩墙 绘图板等多元空间使用 吸引桃园市公务局及各区公所 共30人参访取经 针对水雾设计能精准喷出 不被扑灭历史覆盖住 赞誉有加 把在地的特色融入到公园的游具里面 然后在无形中就可以让民众来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 然后设计的也很亲民很有感 像那个水雾包含它要注意的 跟那个也是一个另类的清水的功能 那当然都可以激发我们日后 我们在做公园设计都可以有不同面向 去内化我们的设计这样 游具接缝 共融式秋千的耐受度等 专家都逐一细向的看 施工的细致度 以及融入客家文化的设计 都让特色公园变得安全有趣又好玩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如何正确左转完 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 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 就打左方向灯 然后查看照后镜并摆头 确认左方没有来车 才可以变换至内测车道 主席说的没错 进入路口后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 转之前呢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 如果有执行车一定要让他先走 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才可以起步 运动消息来看到今年全运会日前落幕 台中队表现亮眼 共勇夺56面金牌 52面银牌 以及54面铜牌 运动项目包含游泳 自由车 棒球等 创下了县市合并以来 全运会最佳的成绩 好手们各个穿情带银 展现傲人实力 过肩衰把对手压制在地 获得胜利 112年全国运动会日前落幕 台中队缴出漂亮的成绩单 一共勇夺56面金牌 52面的银牌 以及54面的铜牌 这样的好成绩 成绩是我们台中在县市合并以来 参加全国运动会最好的成绩 那我想这部分也归功于 所有的选手跟教练 在这两年一次的举办当中 大家真的是将士用命 选手们开心的自拍 享受棒球夺下史上最佳 首面银牌的时刻 除了男子足球拿下赛会的手金 缔造三连霸的季度之外 自由车更是摘下酒精 而保龄球也拿下了五金 双双名列全国第一 另外划船项目也涌夺三金 刷新对史记录 射箭更是夺下台中历史上地面金牌 而游泳竞赛也不遑多让摘下酒精 超越上届全运会的记录 台中的选手们各个穿金带银 展现傲人的运动实力 代表卢市长跟所有前线 在第一线参加赛事的选手表达恭喜 那最后也特别要感谢卢市长在上任之后 我们增定了很多奖励的机制 包含像是越岭的培训金 那包含像是我们对于奥运跟亚运选手 有激励金这样的机制 所以大部分的选手都有感受到市府 以及市长对选手的重视跟用心 那我们希望台中队一样可以在下一次的赛事当中 再次真金夺冠 然后创造最好的成绩 在卢市府团队的带领下 积极推展运动 优化软硬体设施 让近年台中运动人才辈出 不但为国争光 也为台中再创高峰 一年一度的高雄市眷村文化节 日前在凤山登场 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自到场 并参与市民千人大会操 陈市长表示 每年眷村文化节的活动都相当精彩 规模也一年比一年扩大 市府将会提供补助 全力维护眷村文化 眷村文化协会带领老中青三代 一同进入会场 为今年眷村文化节揭开序幕 每个人拿着火炬 象征性的点燃圣火 成为开幕式的一大特色 尤其高雄市长陈其迈 立法委员许智杰以及多位市议员 还跟着五大老师与市民朋友一起大跳 千人大会操 摆弄身体活络筋骨展现朝气 也让眷村文化节的气氛 嗨到最高点 每年都非常的精彩 那其实也不是只有眷村 我们的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参加 几乎我们这个是凤山的一大盛事 所以规模越办越大 所以我们市政府的补助的预算 也越来越多 那明年我们再好好地想想看 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市政府 在大力支持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全力地跟大家站在一起 高雄市眷村文化节 日前在凤山中正国小登场 由于这个活动是凤山眷村的年度盛会 过去都是在明德训练班举行 市长陈其迈特别说明 目前八公顷的场地分三期修复 将会作为眷村文化军事及人权的复合式园区 地方中央大家合作 我们的明德训练班总共分三期 未来会有八公顷的面积 所以大家先忍耐一下 我们改建园区完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明德训练班 明德训练班改建变成眷村文化园区之后 我看过全台湾的眷村的改建 大概是我们明德训练班 跟我们左营的海军眷村 可以说是规模最完整的眷村 今年眷村文化节的主轴 是眷村的多重宇宙 以沉浸式场景重现眷村生活的记忆 开幕式上不仅安排非洲舞表演 海军陆战队及对新国小的跆拳道示范 都相当精彩 市长陈其迈在现场也感受到眷村朋友的热情 他表示每年眷村文化节活动都很热闹 规模也是一年一年扩大 未来市府将会持续提供资源 全力维护眷村文化 让这份独特的生活记忆可以传承下去 活大老 学大老 终身学习 苗栗县政府将11月定为终身学习月 正式启动并提出终身学习商铺的概念 苗栗县长周董景颁赠15个商铺招牌 县府预计11月4号办理终身教育联合成果站 邀请民众共享盛举 苗栗县终身学习月 5 4 3 2 1 请启动 活到老 学到老 苗栗县将11月定为终身学习月 首届 正式启动 人本来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学到老 活到老 只是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小时候艺术生应该是学语 然后到学校学知识 然后长大了以后 像我们这个年纪 我觉得我们就要学运动 这个让自己要活要动 其实不光学运动 学唱歌 学跳舞也不错了 县内15处终身学习商铺 一一接下据点招牌 县府也邀约六处的商铺 带着丰富的成果前来展示 我们除了一些相关的证书之外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成品的一个呈现 贩售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 我们在苗栗县也成立了15个 所谓的终身学习商铺 那今天我们到现场 大概就已经有摆设六个商铺 那这个商铺呢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在整个终身 学习的一个成果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15个商铺 当中可以来进行贩售 为让县民更了解学习内容 11月4号将在巨蛋 举办联合成果展 我相信不管是各行各业 各种这个什么投入 你一定是就是在学习当中 人本来就是学习才会进步 不光这个我们职业的学习 我想心灵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偶尔这个看看一些小品 这个我们预计一下网络 非常发达 什么样的文章 我想想要都一定可以拿得到 在这里就这个有这个机会 那鼓励大家终身学习 我想是很棒的一件事 终身学习课程举凡手作 译文文创多元学习内容 让县民越学越有兴趣 新北市社会局鼓励公寓大厦 成立银法俱乐部先修班 让居住在大楼长者 下楼就能够参加课程或活动 延缓退化 新北市中和区德行里里长 就带领志工 前进到里内的社区大楼 为长辈们办理手作课程建工餐 我们的线长总共有1500公分 然后把它剪成11段 我们要单速的才能够绕 双速的绕不了 它会重复 然后一圈一圈的绕 一上一下 那你要因为我们有两色 你要哪一色在上 哪一色在下 都没有问题 志工亲切教导长辈 制作用毛线缠绕成的纸杯花篮 中和德行里里长 响应社会局推动的公寓大厦 成立银法俱乐部先修班政策 带领志工到社区大楼 与长辈手作装饰品 一起动动手脑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真的是眼睛不太好了 所以现在 而且我们是双线 我们里长很有心 他不是单线哦 双线你还要注意到说 两个线要有交错 所以我们会用心用脑 然后用手 动手动脑动眼 都很好啊 很棒 很困难吗 有一点 因为如果说我这个线摆错了 白蓝白蓝白蓝的话 变成是蓝白白蓝 我又要重拆 这就是他的一个动脑的地方 住在大厦里的长辈 平常鲜少到礼办公室参与活动 第一次有这样砖属于 自己大厦的首作客 下楼就能参加 感受到里长的用心 我觉得有时候 我就是对邻居很陌生 都不认识 如果有这个活动 邻居大家集合在一起 就会沟通 就会见面 就知道 温暖一下 这样心情老人家 就需要这样的鼓励 温暖 就心情很娱乐快乐 辛苦 来保佑平安 来 里长跟为长辈们准备了新鲜水果 雨香喷喷的餐盒 希望透过首作后共餐 帮长辈打好身体底子 今年有很多社区打电话来给我说 他们要配合政府的社会局的一个 共餐那个活动 长者的一个 银法的一个活动 那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老师可以配合 我说有 你要老师 我也有 然后卫生所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就今天就是 因为这边离我们中最早 而且最高 所以很难上来 然后老人家下去也是比较困难 那我就说 先以这边社区来做一个 做一个开始 里长体贴行动不便的年长里民 接续将前进到不同大楼 举办共餐活动 带动社区动能 感受社区温暖 奶奶 奶奶 我是叫你 勤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集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川线 就是斑马线啦 新人听看听 才是安全好习惯 今天万圣节 新竹县湖口乡立幼儿园小朋友 就大玩Cosplay 扮成了钢铁人和吸血鬼等 到乡公所导弹要糖吃 蒙翻了大家 湖口国小腹设幼儿园的小朋友 也动手做乌婆手指饼干 搓成长条状 放上新人当指甲 搞怪又美味 带上帽子 穿着亮橘色南瓜装 湖口乡长吴竹军万圣造型 迎接乡立幼儿园学童彩街 首站来到乡公所 大喊万圣节快乐 我今天也特别打扮这个南瓜 因为我们每年的4月 我们湖口乡都有办 瓜瓜节跟我们的湖口轮会 希望未来我们在办瓜瓜节的时候 可以带来更多的观光客 带来湖口乡的更进步 让更多人了解湖口乡 万圣节好不好玩 好玩 第一次办超人吗 对 超人怎么样 很帅吗 对 你说我是最帅的超人大声讲 我是最帅的超人 谢谢大家 好 什么 糖果 祝大家什么 万圣节快乐 20位中小班学生 都是第一次玩cosplay 有办钢铁人玛丽欧 还有咸蛋超人跟吸血鬼 蒙帆相公所各客室收获满满糖果 而湖口国小附设幼儿园 也教小朋友做巫婆手指饼干 学趁面粉搅拌糖及奶油 弄成面团再搓成长条 指尖放上杏仁就大功告成 花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讨论 我们全班家25个小孩 那要做多少个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他们也很认真的在那边 拿积木拿去做堆叠去做计算 这个面团 嗯 这剩什么 14个 觉得这样好玩吗 好玩 形状看起来很恐怖吗 没有 看起来很好吃 有没有做过这种东西 我有做乌鲁面 那你有做过饼干吗 没有 第一次做 有没有觉得很有成交感 从烤箱出炉 涂上草莓果酱 酥脆口感搭配血淋淋万圣丰 小朋友第一次做手指饼干就上手 大玩万圣节搞怪创意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看好万圣节的商机五线 高雄振修科技大学 日前首创全国 举办全国创意万圣节书果雕刻竞赛 期盼借此推广书果雕刻产业 也提升学生对于果雕的兴趣 还有技术 此外竞赛也结合了ESG绿色餐桌研习 落实永续环保的理念 在比赛前还在确认图案要怎么设计雕刻 正修科技大学日前举办全国首创的 全国创意万圣节书果雕刻竞赛 经由初赛临选出八所学校六十二位选手入围决赛 期盼透过活动举办 不但是要提升学生对于果雕的兴趣 也结合ESG绿色环保的议题 藉由这个比赛里面我想可以结合他们所学到的专业 创意团队合作 再加上我们也安排专题演讲 还有几位评审老师给他们的一些指导意见 相信在这个比赛里面他们可以获得非常 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收获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对于节庆的喜爱 意义的了解其实是透过很多有趣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Halloween在这些里面真的是非常的popular 听说它的商业模式已经超过百亿 那我想怎么样吸引让全台湾的高中职 或更多的人了解正修餐饮管理系 于是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Halloween的这个蔬果雕比赛 在餐饮里面其实不管做什么菜都会有剩余食材的问题 如何处理剩余食材 其实我们应该让所有的餐饮系的学生都了解 甚至让所有的全民都了解 所以我们从教育的基础开始 果雕剩下来的这些南瓜籽果肉 我们怎么样来创造更有价值的东西 宣布比赛开始 有的选手先在南瓜上面打草稿 有的则是将南瓜切开把果肉挖空 每位学生都聚精会神的 要在三个小时完成自己的作品 首次以万圣节与南瓜为主题的果雕竞赛 让参赛的学生不断的尝试练习 就是希望可以在比赛中争取到好成绩 因为也可以放学习历程 然后就是让学习程还有多一个比赛的过程这样子 然后想说可以来试看看 后面要把它挖好关锌 就是让比较让它薄一点 也是会怕它破掉什么的 是有练习 可是就是也是会怕失败这样子 所以还会一直练 因为觉得很有趣 而且万圣节很少会叼南瓜 这是国外比较有的特色 想说来比个赛试试看 就是在学校有练习 然后跟看很多影片 看人家怎么做 要挖的时候要很小心 不然会挖破 餐饮系表示 南瓜在万圣节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蔬果创意雕刻 更是餐饮界流行的趋势 期盼透过竞赛的举办 来推动果雕产业 也能够增加学生对于果雕创作 与节情的认知 未来能将学习到的技能 应用在职场上 来抢供节情商机 魔鬼这一次就藏在书里 为了迎接万圣节 台中四域国中举办假鬼假怪阅读活动 精条细选了三十多本 包含魔法 灵异 科学等书籍 让学生们透过阅读 把对鬼怪的想象 画到学习单上 营造出另类万圣爬 成群节队被封印的僵尸和网红青蛙 出没在图书馆中 借机下下同学 地点就在四域国中 为了迎接万圣节的到来 校方就特地举办了假鬼假怪的阅读活动 我们四域国中在推动阅读教育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那今年比较有一个发想 是希望让孩子呢 回家能够把三西的东西丢掉 喜欢阅读 所以我们就结合 西洋万圣节的活动 让孩子除了在阅读中呢 能够沉浸在里面 他也能够跨领域 去学习到不同的文化 然后我们也提供给老师 不同的教学的素材 把自己的创意呈现出来 所以就完全能够结合 我们新课纲的一个核心 素养的培养的这个理念 依序把写好的学习单 投入到棺材造型的安息箱内 校方也精挑细选30本以上 包含魔法 灵异 以及科学等相关的书籍 让孩子们透过阅读 把对于书中的鬼怪想象 画在英文学习单上 就可以参加抽奖 获得吃惊小礼物 让不少同学都直呼 节庆结合阅读 让念书不再枯燥乏味 而是变得更有趣味性 因为之前来图书馆 就是单纯看书而已 像这次有关于万圣节的活动 就可以让我们从中学习 西方的文化与鬼神鬼那些传说 希望下次也在圣诞节 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学习更多国外的知识 迎接一年一度的西洋万圣节 不一定要农装打扮 上街游行 透过乐推 也能玩出不一样的万圣趴 万圣节快乐 哦 在里长与议员的携手合作下 新北市中和区大人街内 新增了一面三层楼高的巨幅墙面彩绘 画上了新北市的试花茶花 还有寓意幸福的百合 里长期盼彩绘成为打卡景点 为里内增添更多人气 一整面巨幅彩绘 有三层楼高 主角是一朵新北市试花茶花 旁边还有代表幸福的百合陪衬 中和区秀水里内住户 在去年完成外墙防水工程 是彩绘的好地点 里长透过市议员金锐龙 争取到经费 完成这幅天空之城墙面彩绘 这住户1234楼 他们的那个防水层 他们是全部重新施作 才会来拜托秉南说 秉南再来拜托金锐龙议员 说看看能不能拨个经费 给我们来彩绘 这个是新北市试花茶花 下去做引导 我们的颜色 我们中和的颜色是配置 天空蓝土黄跟绿色作为底 巨大彩绘 柔美中带着气势 拍喜照来更显得茶花的宏伟 议员与里长携手打造新的打卡景点 跳脱了以前过去的图案 整个一个图面可以说是有建成色的一个设计 跟以往的图腾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增添了这个我们秀水里整个一个这个环境美化的一个气氛 天空之城彩绘带给社区新朝气 居民欢迎外地朋友到这里打卡拍照 为社区增添人气 如果有这种彩绘的话 对我们大家住户的心态也比较好 也比较开朗一点 然后小朋友经过也会增加他们的艺术气息 而且我们这边接近市场 如果说你傍晚的时候人来了 大家在这边打卡也是很好 人潮会很多 这很欢迎 下次经过中和 可以到大人街20项25弄拍张天空之城打卡照 为行程留下特殊回忆 秀水里天空之城站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新北市三峡原本从事水电工作的 蜂农曾国平 因缘际会成为职业养蜂人 为了各地特色花蜜 一年四季与蜜蜂伙伴到处旅行 一步步累积经验 在今年获得了全国国产蜂蜜评件 龙眼蜜的特等奖 趁着好天气 蜂农曾国平打开蜂箱 一边解释饲养关键 也抓紧时间拿起刮刀整理卫生 我们在检查 看它的食物是否充足 里面有蜂王有有幼虫 旁边如果有沾黏到的话 就像家里一样要打扫 误打误撞成为职业养蜂人 曾大哥说能获选全国国产蜂蜜评件 龙眼蜜特等奖没有诀窍 只能靠经验累积 譬如说你一刚开始没经验 你不想的蜜蜂要怎么照顾它 北部的话寒流来的时候 你会想说 那个时候也并不清楚说 它里面食物不充足 它就没办法发热 它就会冻死 然后你去采蜜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完全外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花开到 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进去 这些其实有时候就是不懂 不懂就看人家那个比较老前辈 看他怎么做 他们什么时候进去就跟着进去 那不然有时候真的损失会很惨重 洋风产业宛如台湾的有牧民族 必须煮花草而居 尤其每年三到五月龙眼花盛开时 就得占别家园出门放风 台湾的最大秘园就是荔枝跟龙眼 当每年三月初左右 高雄大树那边的栗枝 就已经在开花了 四月初的话高雄的龙眼也开始开花 采收完之后我们回北部 让它修整大概一个月左右 像那个时间点我们北部 山区就是酸藤乌旧三红市 那时候它都在开 这是我们另外又可以采收 另外一次的森林里面的百花蜜的时间点 艳阳下曾大哥大汗淋漓的身影 穿梭在养风上里 就像蜜蜂般努力付出 用十年时间累积经验 最终收获甜蜜成果 苗栗县苗栗市嘉志阁客家版载节 将在十月五号展开 今年持续展现创意巧思 将客家版做成了牛排模样 此外班载节当天也将展售 包含传统新丁版 以及创新五行汤圆等 让民众体验客家米食 百变创新的样貌 客家米食已超过30种的样貌展现 苗栗市嘉胜社区今年以牛为主题 11月5号将办理客家班载节 那百利牛呢 就主要是在于说 我们希望说 苗栗呢是属于客家人的地方 我们很喜欢利用牛来做我们的耕作 那耕作的同时呢 牛是我们一个很敬畏的一个牲畜嘛 所以我们想说利用这个牛来做一个发想 那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了这个百利牛 那个牛呢就是利用那个颜色呢 是利用红色的红裙 加上白色的板 然后去抽搂不同的纹路 那就有点像是五花的概念 百利牛交香酥脆加上摆盘质感提升 加之格客家版载节迈入第15届 持续透过客家米食介绍 家省最处稻米产地 而多年来客家米食变变变 灵魂人物正是张永昌 传统的客家米食呢 在一般的节庆里面才会碰得到 再加上年轻人可能常年工作在外 要接触家乡的这个米食呢 会比较少 因此呢利用创新的概念 结合我们食物里面的色香味 具体的想法 色就是说在板的造型 或是颜色的变化上面 来吸引年轻人的这个眼光 香气呢是透过不同的料理的手法 产生不同的味道 客家版载节除了吃板 吃汤圆还能够DIY做板 再次深度品尝客家米食滋味 庆祝苗栗县卓兰俄建庙200周年 庙方积极邀请全台山山国王公庙 一起来参加 目前已经有近900人次的庙友 登记参加 庙方决议将招待福宴 改为发餐券 致市区店家采购的用餐方式 同步带动卓兰观光 卓兰镇有喜事 邀请市区店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镇上信仰中心俄伦庙 庆祝建庙200周年 左访全台近90间的山山国王公庙 邀请来到卓兰参加盛会 目前已经登记的友公将近900人次 就是要让台湾看见卓兰 看见俄伦庙 呼应友庙的热情 打破以往在庙内开桌吃平安福宴的方式 改为庙方发餐券 让友公团体可以评券到市区店家用餐 让我们的福宴的费用转到我们在地全镇都可以消费 后来我们就发行我们的消费券 给我们各地的友公庙来我们桌栏 都可以多留了几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过夜 后来拿着我们的礼券 在我们桌栏消费 主委亲自拜访各店家邀请配合200周年庆典的礼券使用 获得热情回响 11月11号当天市区所有店家全都配合 欢迎全国游客到卓兰做客 活动可以带动人潮 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水果之乡 朱兰镇这个地方 我们朱兰镇这个沙昂国王是我从小就一直在拜的一个神 所以是地方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苗栗县的这个桌栏证丸 配合我们俄伦庙200周年 对不对 这一个重要的活动 我们店家都非常的支持 欢迎全国的乡亲 可以来我们桌栏一同参与 我们这种200年很大的盛事 礼券限定11月11号庙庆当天使用 不找零 收到礼券的店家在庆典过后 可以到俄伦庙换现金 预期到时会有近百间的有工团体 立临卓兰带来大量人潮 俄伦庙有喜事 也是全卓兰人的喜事 台湾摄影先驱邓南光 作品多元 风格自由随性 特别喜欢水手速写记录 兼具时代感和浪漫典雅 北埔乡公所就精选了39件作品 举办邓南光东营速写摄影战 有人物写真 还有社会运动等五大主题 感受当年的日本文化 黑白旧照片 北埔摄影先驱邓南光 日剧时代复日留学 拍下日本当地人文风情 县工所就举办东营速写影像展 那我们邓南光先生在台湾讲 应该是我们的摄影的先驱 所以算是我们北埔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那在他的所有的这个 摄影的作品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 非常的多元 跟非常多的一个主题 尤其他的风格比较属于那种 特别在意光影呈现的动态感 能看到当时时髦的穿着打扮 和街景风光 也有舞者跳舞 有节抗议等39件作品 这次挑选出39服的作品 那总共分为五大类 那可以从这个作品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这种摄影的一个风格 那也可以很真实的呈现出 他当初的一个追求摄影的一个热情 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我们所有的相亲 可以在11月20号以前 到我们邓南光影像馆来 看看我们这一个邓南光的一个作品 展期到11月20号 特别设置活动式背板 邀民众一同体验捕捉照片 速写的独特风格 透过镜头重回20世纪 感受邓南光的摄影魅力 以上就今天的Tnews电波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芳暖 祝你一切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